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喬呼吸 喬心 在学校比如说现在你不喝茶或者什么 你不要终于做多少呢 就到你一个在那儿休息 每时每刻在那儿休息 比如因为你平时忙嘛 你一往这儿坐 只要你坐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就坐下来 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屏蔽到那边 就是不管生多少动静 多少声音多少心不懂 分别 因为就是不去分别 有人无人 有生无生 就一个人坐在就像那种空旷的山谷 如如不动那个心体验 就像在空旷的山谷里坐的 不要挂 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就是十方三十没有东西 就是体验那种进去 每时每刻修 得是什么 时时刻刻能保认住这种状态 就叫得了 但修是每时每刻可以修的 就是说你现在比如说在这个房间 你能够达到所有的人坐在旁边 但是你感觉自己在一个空旷的山谷里 这个时候是个观想性 因为对你 你还得加上观想 说这些人在也带 就当他们不在 你是这样子的 但是有一天你这样修炼修炼 有一天 几亿人坐在这 你坐在那里 是一个人 你根本就连观想都 连念头都不动的 但是你感觉就一个人 你对着就是 所有的 甚至所有的噪音 过来咆哮声啊 骂你的声音啊 误入你的 或者咆哮声 你都觉得就像空谷的回忆 影响不了那个 山谷的空灵 影响不了你的空 都是里边的回声 来回来回躲 但你是空的 你不懂 按住人生生的 无所谓在头脑里面 有我无我 只是说你不在 不受周围环境任何东西的干燃 让你的心 就是不受干燃的时候 身边很多声音 很多动静 很多嘈杂 不管它是雅的 熟的 高的 低 矮的 不管是黑的白的 不管是什么 但是让你的心 宁静到能听到 一个针钉 掉地上的声音 宁静到那个程度 但那个需要 心不符造无欲的声 当然我们的主是心 而不是外在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你的心可以 可以进到那个程度 安静 那是一种很空云的宁静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生命里边的很多的磨难 很多的东西都是休息 如果没有经历过以前那么多 你内心深处的欲望 还有很多东西 你不会放下来 你对生命的那种不甘心 那种那种狂热的激情 那种帅心而为 那种桀骜不凶 那种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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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那种样子 那些东西不会停下来 只有到这个世界 而且你感受到冷的时候 风霜 雪一层一层 把你覆盖住的时候 压下你的时候 你才会冷静一下 静下来呢 静下来去体验那些东西 刹那就可以得 不需要很紧 当你在 在体验这些东西 体验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种空灵的宁静的时候 其实以前几十年 你都是休息 静下来听到自己的呼吸 心跳 这个世界跟你无关 包括你自己的所有的 那个真诱是从哪里来的 先不要管 我是举个例句 先让自己 就是能进到那个程度 我是一个比喻 你并不是说有个真 掉到地 真有个真 就是说只是个比喻而已 就是临近的 就是你会 那个时候你会知道 所有的声音来自于内心 所有的吵闹 来自于你的心的吵闹 欲望的吵闹 渴望的吵闹 渴求的吵闹 而不是外在的声音 心里别无欲无求 安静下来的时候 没有什么东西打扰你 没有任何东西能打扰 六根都不受打扰 眼根不受 耳根不受 鼻根不受 嘴巴 眼耳鼻鼻鼻声音 都不受干扰 不受打扰 不受打扰的时候 那就六根清静 也就是新增清静 然后在那清静的过程中 你才能震入 心静的无眼耳鼻鼻声音 做一个设计师 或者做一个艺术家 做一个任何一个 尤其是做音乐 音乐美术 都应该达到这种境界 甚至拳 武林 武术 到高雄的时候 都是很清晰地 很静 所有的吵杂声都在这 但是跟你没关系 一点打扰 也不会干扰到心的宁静 所有的声音 所有的吵杂 所以吸入入不动的 很宁静的在那儿 很空灵 这个时候如果你打拳的话 就到二清八方 也关于到二清八方的境界了 如果你做美术 做其他 你尽到那个 尤其音乐 弹琴啊 在那儿作曲 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宇宙的一切 就是风声 雨声 所有的一切都成了音乐 都是音乐 画画也是 都是图像 都会变成了图像 跟色彩 那你还插一点点 插一点这一块去卖 你有一些欲穷 跟悲哀的东西 在这儿补证 但是可以 可以进下来 当这些悲哀的东西 跟欲穷的东西 放下的时候 你成约未了 需要有个了结 而你出家不出家 并不在乎 这个世界 我觉得目前 真正的这个时空 已经不太在意 你心事上的出不出了 在意你的心出不出 你的心在不在 滚滚红尘的欲穷里边 你一直追求 圣洁高雅的东西 但我们的心出 被六根再染 被禁再转 你怎么能 那种 你要出就出那个 脱熟嘛 真正的脱熟 比你切了头发好多了 去头发有啥用 不就是模式 新的无欲无求 多洒脱啊 这无欲无求的 尽管要像孩子 也要狭送 这个世界的一起 重新开始嘛 你叫重生 你只说这个世界很美 你真的喜欢吗 让你重生 你不见得 累了 好不舒服 好不舒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